第11题 齐鸿以同一指尺测量变条指的长度数次 所得结果分别记录为 10.3毫米 10.4毫米 10.1毫米 6.5毫米 10.2毫米 最后他应该如何记录 叫适当 那这个就是所谓测量多次取平均值 但是这个6.5毫米我们不要算 因为他误差太大 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 连准确值都跟别人不一样 就叫做误差太大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10.3 一个10.4 一个10.1 一个10.2 加起来的结果呢 会变成41 那么我们呢 有四次的测量结果 所以我们除以4会变成10.25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 估计值呢 是到毫米的下一位 只有一位小数点 所以这里呢 也应该只有一位小数点 所以四蛇无故之后呢 我们记为10.3 第11题 我们说 最后他应该如何记录 叫适当 我们答案选的是B 10.3毫米